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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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看 也没有太多的 也没有落款 这个铁壶是2500 有点贵 2500有点贵 来买的 刚开始来的人就不是出别的了解 来的时候还是要保持冷静的态度 否则见什么都买了 看的时候会什么都喜欢的 这个是什么的景态呢 这个小的景态呢 就是同胎掐丝的 它里面是同的 里面是同的 对 你看 它的胎是同做的 然后外面是法郎 然后掐丝工艺 对 像这个就算白酒 这个很有意思啊 还有一个小的 这个桌子 这个 这一套的 这些机器 这种瓷器 精品店价格都不便宜 这种玩意 以前的这三家店它没有进行拆方 大多数都是以品类去拆分 比如说这里是陶瓷那里是玩具 现在因为来陶瓷的人较多了 老板也比较精明 所以他就把好的东西专门做了一个精品店 但是他们对好的东西 对中国人对好的东西的概念还是有一点区别 所以我们在就算不是精品店的这个仓库里面 还是能炒到好的 那你可以挑一个就是他们理解意义上的好的东西 跟我们理解意义上的好的东西 那这个这个 好 我们就跟着建品大师看一下 树脂 你听声音像是塑料的声音 这种东西其实它是一种量产的东西 很大的既不手工也不是什么好的材质 但是它的价格卖的很贵 他觉得这个东西 因为泰国的对好的东西的概念就是手工 他们对手工的概念是不太了解 所以你看他们觉得这个应该是手工的东西 这应该不是手工 其实这就不是手工的东西 但它卖了2,900 所以他把它当手工的东西来卖了 这个就比较贵 而且这个材质也不明 不是很重的是吧 对不是很重材质也不明 所以这种东西我觉得就是 非常普通的东西 纯粹装饰品 但他用他自己的眼光来看的话就会觉得就是精品 这就是区别 这里有两种小的杯子 这种就是九鼓的 九鼓就是我们前面在我家看的那种 陶瓷炸 它的写法有很多种 所以它的每一种写法就代表不同的年代 你看它是属于有一点溜金工艺的 然后小的陶瓷杯 然后九鼓加上有人名的落款 它的价格就会相对来说 但是这种东西在 日本的话量是非常大的 所以你要找到很好很老的东西的话 一般都太贵在这种地方能找到 你看这个就是卖六十泰车 也不贵 当然 你看它是它不失货是吗 是不失货吗 也不失货吧 它这个东西就应该差不多 嗯 但在国内的食封网上 可能这些东西就没在一百到一百五十 是吗 首先它标价标了三千五 对吧 那它为什么标那么贵呢 对吧 它为什么那么贵呢 就是因为它这个底部 你看到有两个字 嗯 能放大看额吗 嗯 它日本的一般落款的银期落款就是银质 两个字 啊 对 然后它的这个非拖是银的 所以它的价格就会贵 那么如果说泰国人知道这个是银 那这个东西的价格它就不对了 哦 它就是表示泰国人不知道这个是银 它知道了所以它把价格标上去了 它如果不知道的话这个东西它 可能就是几百泰银的东西 一两百泰银的东西 哦 这个下面是银 这个是银 银 银的杯托 这种东西就不用测了 就很明显是银的 啊 它就是一套 就是如果在这种店来淘货的话 我的建议是如果在泰国有房 那在这里可以去淘一些这种新的这种杯子啊 什么比商场卖的要便宜很多 而且基本上都是从日本来的 那有的是商场的库存货品 有的是这个 这个这个很多人家里的一些礼品 嗯 嗯 对 然后你像这种就是390 嗯 390的话才折合人民币100块钱不到 那这是水晶杯 啊 这是水晶的吗 对 对 而且不是一般的玻璃啊 这个品牌是啊 这个这个品牌你看 啊 有机会的话可以查一下 嗯 没了你就碰到 嗯 你看这种酒杯 还卖的很贵啊 这种酒杯 1200一套 哇 这个是贵的吗 啊 那这也是水晶的吗 啊 水晶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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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我的视频 一定要给我点赞准发哟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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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